美国没去城 支持美国小恶劣也不错 谢谢钱董事长 张科长 你可别急对我呀 行 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昨天刚到 给 真你的 还有礼物呢 小礼物 我最爱吃小恶劣了 姐 我跟你就不客气了 姐你上次给我打电话说 有事请我帮忙 什么事啊 对 对 我们单位的设备买是买了 过两个月就寄过来 不过这个建产房的钱 银行都损批过来就下不来 现在韩总都焦头烂额了 我想 你们不是搞金融的吗 有没有这方面的关系啊 正好我也能立个功 海燕啊 就当是为了 我跟姐的工资 帮帮我们 带款那边出现什么问题了吗 贷款那边出现什么问题了吗 现在情况是这个样 经纬呢 这个事已经批下来了 银行在走程序 但这个程序时间太长了 至少得半年 你说万一这设备过来了 存在港上的库房 这天天就是烧钱哪 是啊 这厂房建不下来 东西到了 也没地儿用啊 那杜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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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杜黎不是在人民银行吗 是吧 杜黎 坐下来 呸死我了 你以为没想过呢 你说杜黎跟他关系好 还是跟你关系好 还是跟我关系好啊 也对 拿去公关一下去 你可拉倒 公关我吧你快 杜黎 杜黎 那杜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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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 你别着急 我想有办法 应该问题不大 喂 韩阳 是吗 国企技术改革 这是好事啊 我们银行这边 肯定是支持 行 这样啊 你让翔子 赶紧去准备材料 我找我们银行 信贷部主任 把情况说一下 行 放心吧 应该问问题 那就谢谢您了 好 感谢 感谢 您赶紧去忙吧 好 好 曼总 韩总 太好了 周 没几天 银行就把贷款给放下来了 不对啊 这个额度怎么会这么少呢 韩总 是这样 那个现在正好是国企改革的高峰 这所有企业都跟银行借钱 我同学说了 这放款日可以提前 但这额度不能再高了 真是助金见招啊 这点钱只够盖厂房的 流动资金 购买设备 这些钱从哪儿来呢 真让人偷疼啊 韩总 要不我找我弟弟商量一下呢 赵海鸣